你们家会有什么集体活动吗 没有 晚上到点了 他们俩就开始看书 我跟我妈很生分的 从来就是我们没有什么 就是妈妈呀 你好 那个我想你了 怎么抱一抱啊 这从来都没有的 我那就特别希望我姑娘她呢 妈你别生气了 来哄哄我 她不会 我心里就想不通 大概有半年多 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睡不着觉 挺尴尬的 搞得猝手不及 我知道我妈爱我 我也知道我爸爱我 这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一样 我突然就感觉 我这个妈妈做得不称职 本来应该是我来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可是我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姑娘身上 我干嘛要跟孩子较劲呢 女儿 妈妈爱你 都会爱你 谢谢你来了 有请主持人方琼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扫号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 欢迎您 著名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 欢迎您 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璐 欢迎您 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我64岁那年 开始学习舞蹈 她是我的舞蹈老师 她也是我的女儿 你说什么是亲情 说不准 说不准 但从前都我 只顾自己 不懂这份亲情 直到二零二零年 我从鬼门关走了两趟 我终于 懂了 这母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女儿 陈娜 大家好 我叫陈娜 我来自东北吉林市 吉林省吉林市 请坐 你眼中 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妈妈是一个 我也没得选 她就是我妈 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这话我们怎么理解 人物完人 她一定是有 她有缺点 她一定也是有优点 但优点就是非常的坚持 她 也非常的倔强 然后 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那缺点呢 缺点也是非常的坚持 做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啊 我们有请今天的制线人 母亲 蒋志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阿姨您请坐 好漂亮呀 温温尔雅 阿姨您今年 我今年74岁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上 要感谢女儿呢 就是因为在我这个有病的期间 我女儿来照顾我 让我特别的感动 让我感觉特别的温暖 2020年1月份 我感冒了 然后原来就有那个老年性肌管炎 这一感冒 她就会久咳不止 那个时候我就得抱着被子 趴着睡 你就不能躺下 躺下 就咳得不行 躺不下就咳嗽就不行 愿意检查所肺炎 打了七天针 然后就退烧了 退烧以后吧 做这个CT检查 说我那个左肺有接近 让我定区去检查 可是我没听 我就没去检查 那到七月份的时候呢 姑娘她就给我们四个老人 都强行买的那个体检 我们就去体检了 医生就告诉我说 你左肺上有结节 癌变了 又让我做手术 可是我 我还在坚持 我就想保守治疗 因为你要治疗的话 之前的准备 然后到术后的恢复 你就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 长断练身体的人都知道 那个力量的积蓄 你要有半个月不练 不练 你后面很难追上了 对对对 那肌肉就散了 你想爬上活 你爬不上去的 所以我就不想去 那肯定是不行 那大夫说啥你还不听 那发展大发了 那完了吗不是 那肯定得该治治 必须马上治 去诊的时候 你心里害怕吗 担心吗 害怕 可害怕了 但是人家说 那个是早期 发现的早 做完了以后 也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会没问题的 不像晚期的话 那就糟了 你给安排了 对 那我得给他安排好 那人都给找好了 大夫 然后都给医院 都提前都打听好 哪个医院 然后哪个大夫 然后详细的怎么去 然后都安排好了 女儿很担心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有人被担心 我觉得真的很温暖 手术做了 左肺 一个肺也切除三分之一 原来是 应该是有病 就应该 整个肺也都切除 但是他考虑我 本来就 有老年切管炎 有点喘 说都给你切了 会影响你生活 就说给我切三分之一 做完以后吧 大概是我总锻炼吧 然后恢复的 还挺好 是吧 但是你刚才说了 做完手术之后 女儿开始来照顾你 女儿给我做的鸡汤 然后她从来就没做过饭 从小我也不让她做家务 这碗鸡汤就是让我太感动了 我就觉得那鸡汤 好像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鸡汤 我就感到我女儿长大了 我被我女儿关心 我感觉我特别幸福 陈娜 你这鸡汤是跟谁学的呀 我问的我老婆婆 然后给那个买鸡完了 切完了以后 炒一遍 然后又给它都清理干净 又冲洗 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再炖 然后炖多久 自己现学 现学的 现炖的 我也不常 头一回做 头一回做 那能多好吃 但是在我妈看来 就是特别好吃 那就行了 隔了大概是七个月 复查的时候 然后又发现 膀胱又长了一个 又做了一次手术 做了16次化疗 做化疗呢 它就是通过下管 然后把药注到这个膀胱里 然后就需要趴40分钟 40分钟是前后左右 让那个药在里面 要把这个膀胱都灌到 360度是吧 这个药刚注里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灼痛 然后你就会感觉 憋不住尿 很多很多人 打进去用不上10分钟 就赶紧上厕所 就是这样 我没有 我一直坚持40分钟 你那个时候知道妈妈做完化疗以后 要经过这样40分钟的这种 趴着也侧着 你这样做得好 他没说 他也没跟我说呀 然后我当时感觉应该快做了吧 我就问大夫 从没做化疗 大夫说他 都已经做了两次了 然后我说这做两次了 咋没告诉我 我就问他 然后他说 那行事能不麻烦我 就不麻烦我嘛 然后我就准备准备 我就去 那咱们必须得接呀 给他准备了个背 然后我就特意试了一下 那个背啊 厚啊 最厚最软的 我就给他铺到我那个坐子 车坐的后面 都给他铺好了 然后去接他 爬上去以后啥感觉呀 爬上去以后 即便是我特别的难受 我特别的痛苦 但是我还是感觉很温暖 有女儿照顾我 哎呀 这好像是我们女儿 应该做的 对吧 但是妈妈一提起来 就会特别感动 就是孩子从小长到大 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呀 我对她的关心 不是很细 我是比较要强 然后年轻的时候 就是带着孩子学习 和我做的那个职业对口 所以就 单位给报销 学习也是这个 成人那个自学考试那一种 我跟我妈很生分的 从来就是我们没有什么 就是妈妈呀 你好 那个我想你了 什么这从来都没有的 然后我跟我爸也是 从来没见过他们表达过 媳妇我怎么怎么的 老公我怎么怎么的 从来都没有 我就接近一点 什么抱一抱啊 然后那个 我多么喜欢你啊 我爱你啊 这些都没有 到高中我就开始住校了 我就 我就不喜欢我妈 总在我身边得得 因为我读书嘛 我也建议我爱人读书 照顾她的也很少 她住校的时候 我去看她呀 那我一个星期没看到女儿了 我能不想 我特别想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红烧鸡块 红烧鸡块 我就叮叮的就上学校给她送去了 我心里像一盆伙似的 我感觉我要是到那块 我姑娘一定会抱着我 妈我想你 肯定会这样 我心里这么想 可是我到那块了 我善不搭的 我女儿拿过来 我尝尝 这就算完事了 我就跟同学 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跟同学就走了 就走了 我心特别凉 我心我女儿怎么会这样 跟我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呢 我就我心里就想不通 但是我不跟她说 那你那时候上学 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事 你不会跟你家里说 不说 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 都不会说的 平常都是自己解决 那你身边的同学 也像你这样吗 你同学人家 我们同学是他们妈妈来了 都是可亲了 就是表现的 就跟我就不太一样 我看着我还觉得 咋这样神的呢 我觉得 他们是这样的呀 那我怎么没有那种感觉呢 我就从来就不会觉得那样 你会羡慕吗 羡慕他们那种状态吗 没有 没有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我就觉得 也不羡慕 但因为我也 我知道我妈爱我 我也知道我爸爱我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去做过 您刚才说了 您那时候也忙着学习 您那时候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呢 我学习的目标就是为了 我要上进 我要把工作做好 我要进职称 就是想着我自己一定要强大 我就有这种念头 您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也非常严重 然后我就 你是想要考学吗 对呀 我就学那个大专的课嘛 补习完初中 补习高中 在学这个大学的 语文大学的维纪分 我从补习到毕业 大概有个四年到五年吧 然后所有的课都很 都很轻松地过去了 只有这个维纪分 考了四吧 所以您那个时候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您对爱人要求也严 是吧 然后我爱人呢 我说您也学吧 我俩都是自学考试啊 他学的是法律 因为他做了二十年的工人嘛 他在车间做工人 他就那个用两年的时间 拿下了十七科 就考那个律师 然后他一毕业就 就转办就上法律顾问处了 那个时候我女儿呢 到考试那半个月 没时间给他做饭 然后他上姑家吃一顿 上姨家吃一顿 就东一家西家的就这样的 然后我没有时间给他做棉衣服 我没有时间给他拆洗 他那个裤腿短了还长得快嘛 我就会做一个裤腿 里边加棉花缝一个裤腿 给他接到底下 然后那个膝盖肯定呢 总那个就会薄了 我就给贴一块棉花 然后再搁一块布给他缝上 外面总是要套裤子的嘛 然后这孩子长得快 那年大概是他穿 应该是穿三十码的鞋吧 我给他买一个三十码的 对他还是那种 就是带个鼻子的那种 你知道什么叫带鼻子的鞋 就是这有个袋 就是春秋穿的那种 露点表面子 然后那个喀色的那个鞋 一般可能都会买大一点 那我也能理解 我就垫鞋垫 一层不够垫两层 然后那个里面还得 那还不行 前面还是大呀 那大得多 我忘了还得塞东西 塞点那个东西 走路还鞋都得掉 你跟妈说了吗 我没说 为啥不说呀 我真不好意思说 没说你心里会抱怨吗 会有怨气吗 看我妈给我买这鞋 真是 会有的 会有一点 敢言给我买这么大的鞋 还是我老姑给我买了一双 那个运动鞋当时 这亲妈还不如当姑的 对你关心的到位的 是吧 对 对对对 那三年我姑娘 确实跟我吃了太多的鞋 您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 女儿自己的感受吗 我没有 可能就是第一次当妈妈吧 可能还是年轻 不太懂这些了 我就觉得孩子 饿不死 他那个 他那个动不着就行了 怎么都是长 是吧 对对对 你看 你妈说了 对你爸都有要求 那对你学习上面会有要求吗 有要求啊 我也是看也是耳朵木染嘛 就是他们也学 我也都挺认知的 我也是在学校里面也挺要强的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说我要比不过别人 我不行 那我必须得比他们好 我必须得分 我得打一百分 就那样 你们家会有什么集体活动吗 没有 其实就一起看书 晚上到点了 他们俩就开始看书 我就学习完了 我就看电视 我就开始看动画片 到点了去睡觉 后来的成长呢 孩子有叛逆的时候吗 孩子有 然后我都毕业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很刻苦 就得个优秀学员 然后老师说 你可以继续读本科 我特别想再去拿那个本科 可是我女儿哭着就求我 妈我求你了 你千万别再念了 然后女儿再一句话吧 我就觉得 我大概是亏欠女儿的了 然后我就放弃了 其实她那时候内心 是不是希望你能够关注关注她 关注关注她 她高中的时候就很叛逆了 因为她一定要去读那个寄宿的学校 我就离得远了 我管不我管不到她了 她就觉得我自由了 然后她在学校里就早恋了 我不知道啊 没人和我说 现在是我姑爷了 她俩是初恋 然后一直到就是高三 要高考了 一个星期的放假时间 这一个星期回家 这个时候开家长会 老师就跟我说了 在学校我看着 回家你看着 这七天特别关键 老师跟我一说回家 我就和她 我说 你不可以搞对象 不可以早恋 等你上了大学回过头来 你说她最适合我 我绝对不反对 但是现在不行 其实你刚才也说了 你对自己其实要求很严格的 那个时候你会有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这男孩子对你比较关心 对对 他就是比较非常热情的那种 然后表达的比较轻快 他表达的也比较热烈 就不一样 就不像我的家那种 所以那时候妈妈管你 你会怎么想 当然我就不喜欢她管我 那这个时候 刚刚有那个青春期的那种萌动 肯定也是非常喜欢的 我工作太忙了 然后我就让我爱人 我说你得家看着 老师说了 这一周很关键 你一定要好好看着 他跟我答应挺好 结果他单位也有事了 他就把门反锁上 他就走了 走了他告诉我 放心吧我把门锁上了 然后我就跟我姑说了 哎呀我姑就见了 你俩干啥呢这是 你把门反锁上 这孩子想不通跳楼你怎么办 你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就来不及了 你赶紧去告他把门开开 他就给开开开开一看 我姑娘就要干啥 洗衣服干啥 哎就是就是 这儿不学习 就不学习 我想让他读本科 我想让他读研 因为他在这个小学初中学习 一直都没出过前三名 他在高中的时候 那个三次模拟 全在本科分以上 可是就是到了复习这个阶段 他就回家 这一周说啥都不复习 最终他考个大专 我很失望 因为女儿当初我想要读本科 女儿她阻止我 她说求我了不要再念了 然后我就听了 可是她考个专科 所以我很不满意 我心里很埋怨她的 你考的没有妈妈的心里的 理想的大学 对 没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就是完考上那个 考上的学校就直接去了 她在学校很忙 然后我这边心里又有一些怨气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联系的不多 她毕业之后 工作了一年多就结婚了 联系的也不是很多